大家好,欢迎来到豪股团,我是团长 最近很多人看到了全球央行都在大放水 都在讲钱会变得更毛了 钱会越来越不值钱了 是不是应该去买房呢? 去买一些固定资产呢? 今天的团长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全球大放水会不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首先我们要先讲结论 在目前的情况下 全球央行的大放水 并不足以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甚至相反 我们要警惕经济滑路 通货紧缩的可能 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一听结论 肯定就会一脸懵逼 明明央行放了那么多水 最近大家频频听到的这些词汇 还不够表明这水很大吗? QE,无限量的QE 2万亿美元,6万亿美元,5万亿美元等等 以上的这些数据 我不去一一具体的解释 有些是财政政策 有些是货币政策 有些还是包含的意思 但无论怎么样 这些的钱 的确都来自于全球羊妈的口袋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对比于常规的货币操作 说明羊妈本轮是大放水呢 并不为过 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大放水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人提出会引起通货膨胀 这样的疑问 其实也不奇怪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要讲一下背后的逻辑 首先我们了解原因 羊妈的大放水呢 它只是经济出现 严重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换句话来说呢 央行的大放水 它只是导致经济出现 严重通胀的一个因素 它并不能单独地推导出 严重通胀这个结论 产生严重通货膨胀 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所以你单纯大放水 并不能直接导致 严重的通货膨胀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 目前的现代货币 形成的基础逻辑 然后再跟你讲 请为什么会是这样 假设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里面 有中央银行 有陆干家企业 陆干家银行 陆干居民 大家的职责 央行负责生产管理货币 银行 衔接央行 和其他经济部门 企业组织居民进行生产 居民负责提供劳动力 购买产品和服务 我们看经济体 是否出现大通胀 最终可以通过观察 居民部门购买的商品和服务 有没有出现价格 大幅涨涨来获得结论 目前肯定是没有的 对吧 这是现代货币形成的基础逻辑 那我们再看一下 货币形成 所需要经过的三个流程 流程一 央行派发基础货币给商业银行 方式有很多 包括降准 公开市场操作 麻辣粉等等 流程二 商业银行拿到钱以后 通过信贷 将钱提供给企业和居民 流程三 企业和居民拿到钱以后 再通过存款和还款的方式 重新回到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再回到流程二 如此反复 这样的结果就是 中央银行往往往这个银行体系注入的货币就会成倍的放大 这最终的货币量才是我们通常所言的经济体系的总水量 这边我们要注意到 一个经济体总的货币供给远远大于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 更直观的就是经济体的总水量是央行的放水量 加由此导致的派生水量 所以呢 央行放多少水 其实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更多的货币 是因为由央行派发出来的这个水量 衍生出来的 通过不断的交易 不断的流通 所以它是数倍于央行放出来的水量 那么经济体的物价水平呢 是总水量除以总产出 央行的放水量除以总产出 加上派生水量以上总产出 用字母P来表示 经济体的总物价水平 P1、P2等于等式的右边的两个部分 我们可以得到P等于P1加P2 一方面 央行放水可以增加P1 但P1的增加 未必能够抵消P2的减少 如果最终P2这个部分减少了更多 那么总体的P是下降的 数据上很直观的就可以这么解释 也就是 由此导生的派生水量下降了 那么你这个P不就减少了吗 所以你央行放水量再大 如果派生水量减少了 那经济体的总水量也就减少 总水量减少 那经济体的物价水平也就下降了 那么你也就进入了通货紧缩 这就是这个通货紧缩的原理 那么从金融的含义上讲的 一个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可以决定基础货币的投入量 但是他无法完全决定经济各部门的派生的货币量 在本轮的这个危机当中 由于企业生产居民消费 双双受到疫情冲击 经济的这个供给和需求 尤其是需求啊 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在这种背景下 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将会出现以下变化 企业呢减少中长期投资 对吧 企业压缩开支 企业会降杠杆 居民会降低开支 居民也会减少信用贷款 所以综合以上的 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行为 最终的结果都会导致 信用扩张 出现严重下滑 也就是银行即便有钱 企业和居民也不会 像以往那样去轻易的贷款 所以银行贷款利息下降 能够刺激部分贷款意愿 但并不能让其完全恢复 因为生产跟生活 被疫情完全的捞乱 所以你央行即便再去放水 大家的需求量没有了 那么整个货币供应 也就下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都在说 解决本能危机 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重要 也更周效 你单纯的放水 通过货币政策不一定有效 简单的原因就是 通过减税降费 或者直接的财政补贴 比如对居民部门 直接撒钱的消费券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现在都有 可以直接作用于企业和居民的 资产负债表 绕开其向银行贷款的意愿问题 当然财政政策也会面临财政的约束 也就是政府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虽然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率提升 来解决部分企业和居民的生产消费 预言不足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整个经济体来看 至少有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赤字率不能无限提升 第二经济体的整体救助 需要的机制量非常大 因此财政政策只能减少危机的破坏作用 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一轮危机往往会伴随着 一批企业和居民的破产 那么资产价格出现大幅的下降 最终市场才会重新平衡 经济也就才会重新焕发升级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了 要想危机结束 必然会出现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 那么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 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手头有现金 你就具备了抄底的机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这样讲这期课的目的 不要轻易地认为大放水 你就要去投资 要去买房 你要知道在危机之下 很多时候会伴随着 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轻易地去抄底 轻易地去购买资产 很容易被资产价格的下跌 给伤害的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由于居民企业部门 双方自发的收入资产负债表 那么银行派生的信用 就会大幅萎缩 这就会直接导致 经济体出现通俗的效果 换句话说 银行的就是放水 一方面通过增加基础货币 投放提高PE 另一方面通过降息或者进行信贷 激发居民和企业部门的信贷意愿 来试图阻止信用派生的坍塌 但这个阻止是否能正向 央行和财政部门其实自己也不知道 从整个经济体来说 政府的救世行为 可能有三种可能 就刚好抵消掉 下降了意愿 经济整体稀稳 价格水平不会大幅上升 第二呢无法对冲 实体部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坍塌 就算央行大放水 那么经济体依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出现通俗的特征 防备通胀 第二呢能够冲掉实体部门的缩表 且效果超出了实体部门的下滑程度 那么经济体就会出现比较大的通胀 那你说出现比较大的通胀可能性高吗 在目前目前疫情的情况下 全世界大量的工厂公司都处于暂停生产状态 所以单纯的派发货币 其实意义也不大 最关键的是你能否把疫情控制住 所以综合以上的叙述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得出结论吗 现在仅凭洋行就是这个放水就是 就说我们会面临严重通胀 这是不正确的说法 考虑到病毒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和经济周期内生的衰退的可能 当下的旧事导致大通胀的可能性非常小 甚至不排除会出现通缩的可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现金为王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急于去买房去抄底资产 所以这是团长给大家的一些告诫 不要认为大放水来了 钱就不值钱了 因为疫情是千古难遇的一次危机 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能真正控制住 所以呢 经济体的派生的货币量的增加 也是不确定的 危机什么时候解除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 危机想真正解除 必然这带来大量企业的破产 和居民的破产 资产价格的下跌 这是一轮经济周期 必不可少的部门 必不可少的这个步骤 所以呢 这是本杰克的核心思想 最后呢 团长呢 想起了电影 大空头 开篇很有名的那句话 让我们陷入困境的 不是无知 而是呢 看似正确的 谬判断 所以这也就是 这节课的内容 必要认为放水 就是通货膨胀 所以好 这个本节课呢 就是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关注 好谷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